说起南翔小龙 有两家百年老店遥乡呼应 一家在玉园的酒区桥畔的南翔馒头店 另一家是在江南名园古一园旁的古一园餐厅 一间传统点心 两家百年老店 代表着传统的上海味道 南翔小龙馒头的成品出龙时呈半透明状 皮薄 枝多 馅大 味美 行美 折折均匀清晰 小巧玲珑 剥开小龙面皮 肉馅内的汤汁约一十匙 口感滑爽不腻 鲜美纯正 清香悠悠 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名点 南翔小龙品种多样 除了常见的鲜肉小龙外 还有蟹黄小龙 虾仁小龙 三鲜小龙 军孤小龙等特色小龙 各具特点滋味迥异 1871年 清同治十年 南翔镇日华轩点心店店主黄明贤 对大肉馒头采取重馅薄皮 以大改小的方法 改良后的馒头形如笔起 皮薄肉丰 南翔小龙馒头由此正式问世 传说当时的古一园已是江南有名的古典园林 前来游园的游客通常会在店里买一些大肉馒头 以备饥后食用 而大肉馒头各大皮厚 许多游客将吃不完的馒头丢进池塘喂鱼 黄明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便想出了将大肉馒头以大改小的主意 小龙馒头一经问世 便备受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喜爱 成了古一园的一大特色 世人称之为古一南翔小龙 1900年 第二代传人吴祥生继续改进 将大蒸笼改为小蒸笼制作 并在上海城隍庙 开设南翔小龙馒头店长兴楼 从此南翔小龙声名远扬 2007年 南翔小龙馒头制作经营 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李建刚是南翔小龙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古一园南翔小龙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秉承着师傅传承下来的 那个传统的制法 因为说到目前我们与其他小龙包的制作方面 有区别最大的 我们现在是还是用的传统的油台面 就是我们的操作台上面是撒油的 一般的现在社会上的其他的做小龙包的呢 他们都是用粉台面 就是用干粉的 从187年到现在 整整已经经过了148年的历史存在 我和我的团队呢 在不断地在根据市场的需求 在开发一批的那个新的产品 因为以前的师傅教的时候就是两种 一种是南翔原味的鲜罗小龙 一种呢就是泄粉的小龙 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常供应呢有10个品种 多一点嘛 要让广大的市民的消费的时候 选择比较多一点 来实行市场的多样的需求 此时南翔小龙已经铭满上海 馅料肥瘦肉配比为3比7 再加上10种辅料配置而成 其中肉皮冻是灌汤的必备材料 经过特定的制作工艺 将碎膜状的肉皮冻拌入馅料 高温蒸制后就成为了鲜香可口的汤汁 由于肉皮内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经常使用还有盐款衰老和养颜美容的功效 面皮采用上等的精白面粉 加凉清水拌活成面团 通过手工制皮 保持面皮的筋道和咬劲 每两面粉制作小龙10支 包制时 每支小龙面皮厚1.5毫米 重8克 包入肉馅后重16克 成品直径3厘米 18个折皱 上锅蒸制 严格控制温度 控制时间 根据温度 调节3到10层的龙层高度 出龙时候才能晶莹剔透 也因为制作方式量化 使得产量可以增加 李建刚带领南翔小龙走出国门 走进海外 2003年 首家海外南翔小龙在日本开张 不久韩国 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 大踏步地走上国际餐饮舞台 受到国际友人的喜爱 2014年 南翔小龙馒头制作技艺 入选第4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几代人的坚守 使其配置秘方和制作技艺 新火相传 相飘百年 更得发扬光大 对于李建刚来说 制作小龙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文化的传承 目前他已经培养了近20名年轻人 他们已经娴熟掌握了南翔小龙馒头的制作技艺 是下一代传承人中的中间力量 李建刚还在古一小学开设课程 孩子们生活在南翔小龙的诞生地 学习制作小龙的技艺 品尝小龙 从小接受南翔小龙文化的熏陶 中国人向来讲究民以食为天 华夏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食文化 食文化不仅仅是食物本身 更是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以及不断传承的制作技艺 南翔小龙是一道美味的点心 带着人间烟火浓缩了一群人 一个地区地道的生活习惯 传承其独特的历史味道